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文玲 大家好 我是吳文玲 講到吃東西 對 妳是外食族嗎 我其實一半一半 因為就是現在早餐跟午餐 爸爸媽媽都會盡量用 但是就是晚餐 因為可能就是 我們都想說要早一點吃 所以變成晚餐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去隨便就是買一個 什麼潤餅啊 或是三明治啊 就備在那邊 中午的時候就買好 然後到晚餐的時候才吃 所以算是一半一半 然後六日的時候 你一定出去鬼混啊 妳們滿有時間的 是生活都講出來了 對啊 講這樣 真的 我好歹也是個媽 可是坦白講 我真的也很少自己開貨 對 現在的人很少避免外食 我也常外食 可是你偶爾晚餐 或者是週末的午餐啊 晚餐 自己做菜的時候 真的要用很好的食材 用很好的油吧 對 平常禮拜一到禮拜五 吃到的不好的東西 然後它排出去 尤其是油會融掉油溶性的毒素 所以你就非常需要吃到很好的油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好好來檢測一下 因為大家幾乎都要在外面吃嘛 然後檢測我們的營養到底均不均衡 是 那要請達人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吃得健不健康 首先你外食一定會吃到高糖 高油 高熱量 高添加物 這一定要的 因為這樣子才有賣相才好 而且才會好吃 才會吃你一買再買 因為那些高糖 高熱量 高毒素的東西 如果它是水溶性的 你要靠多喝水 經過我們的排泄把它排出去 如果你是吃到油溶性的 你就要吃好的油 然後把它排出去 全世界最會排不好的 油溶性毒素的東西就是 橄欖油 因為它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非常的高 是 所以要吃對油 要講要吃對油 才能夠把我們吃不對的油 給代謝出來這樣嗎 不能不吃油 一定要吃好油 可是要吃少油 因為達人講到一個重點 不能不吃油 對 說真的 我為了要有窈窕的身材 我真的一度都不太吃油 這樣不行 可是這樣好像不太行 所有的青菜都要過掉那個油 可是我發現 這樣子雖然有一點瘦下來 可是瘦得好憔悴 大家看那時候 你應該會覺得自己 好像也會變比較笨對不對 那個時候真的減肥了 可是人家會看到你 不會覺得你氣色好 他本來會覺得裡面有菜色 你沒有好的油的話 你會有代謝症候群的問題 然後會有糖尿病的問題 還有一些痛風的問題 高血脂 高血壓都會有問題 所以好的油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不吃油 真的 那這個觀念真的要改變 不能不吃油 要吃好的油 對 因為你所有做的菜 最基本的就是那個食用油 所以一個健康的最基本原則 要吃到好的油 要配到好的五穀 蔬菜 蔬果 然後吃高鈣質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阿公阿嬤的時代的時候 你很少吃到雞鴨魚肉 所以你就要補充豬油 你才會有飽和脂肪酸 你才有體力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吃太多 高油脂的東西 你反而不要再另外攝取飽和脂肪酸 好 那你的身體已經太多飽和脂肪酸 怎麼辦 你就是要靠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要吃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 因為美國HDA已經有公佈了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容掉你血管裡面的壞的膽固醇 然後讓好的膽固醇增加 那現在市面上的那個產品 就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油 有哪些油呢 現在全世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最高的油就是我們台灣的苦茶油 對 老人家都說苦茶油很棒 然後第二名就是義大利的橄欖油 橄欖油 其他你吃的什麼芥花油 花生油 這些油 還有台灣人很愛吃調和油 這些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就百分之一二十而已 就非常的低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調和油 首先這些是我們傳統用的油 譬如說苦茶油 苦茶油 然後有橄欖油 芥花油 芥花油 調和油 那這邊這一罐呢 是義大利原裝進口的橄欖油 那我們先來看為什麼它會那麼厲害 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那麼喜歡橄欖油 對 台灣人也很愛橄欖油 可是我們都 90%的人會買錯油 現在我倒的這一個 是百分之百純度的橄欖油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金黃色 金黃色還帶一點點什麼顏色 綠 綠綠的對不對 那如果橄欖 你回想一下你以前 如果看過橄欖的照片 橄欖是綠色的 對 就是深綠加暗的 那它炸出來的油 就應該含綠色 然後我們剛才一直說 現代人需要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就是這個 如果它是百分之百的橄欖油 它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就會有76% 含量非常高 把你心血管的一些膽固醇 帶出體外 如果它是調和的 裡面橄欖油含量很低很低 你只是在吃沙拉油 吃接花油 你要排出身體 壞的膽固醇的功能 就大大的降低 所以橄欖油 可以排我們的不好的膽固醇 可是一般的油 可能就沒有辦法 對 然後很多人都知道 橄欖油 它除了可以排心血管的 壞的膽固醇 它還可以預防阿滋海默症 還可以預防癌症 因為它是綠色的 所以你看 我們吃的傳統油 全部都是黃的 對不對 黃色的調和油 黃色的煎花油 市面上幾乎都是 黃色的苦茶油 然後這個是黃色的花生油 只有橄欖油是綠色的 它這裡面含有 就是抗氧化物 這些抗氧化物 對我們的身體非常的好 就是橄欖油 對我們身體的好處有哪些 第一個 它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心血管裡面 壞的膽固醇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現在真的要懂說 你的好的膽固醇 跟不好的膽固醇 其實身體 有的人都說膽固醇都不好 沒有 它有分好的跟壞的 好的越多 壞的就沒地方流 它就要被排泄出去 然後你的血管 膽固醇如果排出去了 它是不是就會暢通 對 那你就會 因為合胃高血壓 血管阻塞 壓力太高 你才會高血壓 對 然後再來它有益 預防癌症 因為它會有天然的抗氧化物 會消除我們身體的自由基 這好像是真的 因為好像報導都有說 像地中海那附近的人 因為他們很愛吃 還有歐洲人 他們很愛吃橄欖油 對 所以他們有一些那種疾病 癌症 發生血管疾病 對… 好像都比我們亞洲人 相對少很多 對 因為它三餐只用橄欖油 只吃純的橄欖油 台灣很多人吃到調的橄欖油 難怪他們吃很高熱量的食物 都不怕 就是吃對東西是非常重要 很重要 然後再來它可以防止氧化 因為剛才我們有看到橄欖油是聚的 對 所以它有天然的抗氧化物在裡面 是 什麼叫做抗氧化 就是抗老化 對… 那你的身體機能如果保持年輕 你就會身體健康 對… 再來它還可以預防阿滋海默症 預防那個老年的那個獅子症 對… 因為它裡面有生物類的黃銅 那它可以預防我們的頭腦的病變 所以你吃橄欖油可以幫助你的頭腦活化 而且我聽說橄欖油的那個好處 其實好像真的還滿多 因為一般的人除了拿起來就是料理之外 對… 好像有些人會拿橄欖油來擦身體 對… 然後真的還可以卸妝 我就有個朋友他有一天就卸妝油 就用完了 就拿一點橄欖油放在那個化妝棉上 然後放在眼睛 再輕敷一下15秒之後 可是你一定要… 可是你一定要買到百分之百純的橄欖油 不要買到調和的油 然後拿著沙拉油再卸妝 所以說挑對好的橄欖油真的很重要 那橄欖油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告訴你喔 為了要符合台灣人不喜歡 橄欖油特殊的味道 對 台灣人喜歡高溫的烹飪 對 我自己因為我是品油師 我自己推薦要用 Pure等級的橄欖油 它有做真空脫油煙處理 所以它的發煙點有到230度以上 這邊我準備的是雞翅然後火酥大粉 放下去炸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炸起來沒煙 這才是正常的畫面 真的沒什麼煙耶 現代人越來越知道健康的概念 知道要吃好油 也知道說橄欖油的好處 對 可是問題市面上的橄欖油很多耶 對 應該怎麼選擇呢 當然 我們先從純度來講 好 我們在2000年有做妮爾森調查 90%使用 自認為自己在使用橄欖油的消費者 其實都買到調和橄欖油 真的嗎 我就是自認為我都是用橄欖油 等一下回家 趕快翻家裡的橄欖油 是不是真的橄欖油 是 第一個 台妝的調和橄欖油都是用塑膠品妝的 對 那其實在歐美高規格的國家 油是不能用塑膠品妝 因為塑膠品是用石化做的 那油會融油 所以塑化劑會融到油裡面去 高規格的國家一定會用玻璃瓶 新妝食用油 再來我們剛才說橄欖油是綠色的 所以它有非常高的營養在裡面 最好是用黑色玻璃瓶 玻璃瓶有保護它的進入嗎 就是把裡面的抗氧化物都保留在裡面 再來我們一定要看成分 成分 比如說這一罐它給你寫 它有放什麼橄欖油 葡萄籽油 芥花油 真的應該說桃和油了 對 那你看它整罐黃層層的 一定是芥花油 便宜的芥花油放比較多 橄欖油的成分就會比較低 那你看這一罐 它裡面就會寫 義大利原裝原罐進口 而且它的內容物就是 百分之百橄欖油 它寫百分之百橄欖油 對 所以你要吃它的抗氧化物 你要吃它的單元不飽和脂肪 一定要吃到百分之百的橄欖油 所以我們在選購的時候 一定要認明清楚 一定要看它的成分 還有它的包裝 對 玻璃瓶才是首選 對 這是純度的部分 可是很多人也有人說 好像橄欖油不太能夠耐高溫對不對 對 不好只能拌麵 對 涼拌什麼的 那我就問到下一個重點了 第二個你要去選橄欖油的等級 對 現在進來台灣的橄欖油的等級 總共有四個等級 對 剛才你說的只能涼拌的是 Extra Virgin等級 對 就是特級冷壓橄欖油 特級冷壓 對 特級冷壓橄欖油的好處 是因為它的養分很高 可是它的味道很重 比如說我這個油鍋 現在是用Pure等級加溫 你就聞不太到味道 這個時候你如果用特級冷壓橄欖油 它會味道比較重 那很多台灣的媽媽就會比較不習慣 因為它就是會有一種青草的味 還有一種果子的味道 對 喜歡它的人說 那個叫青草味 果香味 對 不喜歡它的人 我媽媽說那個叫青味 就是有一個新味 對 有的老人家不喜歡橄欖油 就是怕那個味道 然後它的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160度就會有油煙 那為了要符合台灣人不喜歡 橄欖油特殊的味道 台灣人喜歡高溫的烹飪 對 我自己 因為我是品油師 我自己推薦要用Pure等級的橄欖油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罐 它的前面標籤會寫一個Pure Pure 說真的 那有的媽媽可能看不懂英文 我要怎麼選它 那你就會寫說適合高溫嗎 不會 可是你要看它中文 它的背標 那我們要學起來學起來 背標它就會寫純橄欖油 純橄欖油就是它有做真空脫油煙處理 所以它的發焰點有到230度以上 加上它的味道很清淡 非常適合台灣人 所以要看純橄欖油 看中文這樣也OK就對了 它就適合高溫 然後大火這樣熱炒 就是你以前油怎麼用 你就怎麼用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油鍋 那你會看到這一邊的溫度計 已經到達160度 我們油炸的時候要到 那個溫度要在160度到180度 這個時候你如果用的是調和油 因為裡面調一大堆沙拉油 對 這個時候就會有油煙 可是你看我現在溫度已經到 快170度 整個是沒有油煙的 沒有油煙了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來炸雞翅 這邊我準備的是雞翅 然後果酥炸粉 是 放下去炸 還有棒棒回 真的沒什麼煙耶 對 照理講應該都已經煲了 對 有時候我媽她也是會炸 譬如說那個炸排骨酥有沒有 其實那個一放下去沒多久 整個抽油煙機要看到最強耶 可是真的沒有油耶 台灣人長期以來都用沙拉油 在做油炸 然後以前炸東西的時候 都會有油煙油爆 然後我們都以為這是正常的 其實那是非常不正常 台灣已經有16年 連續16年 女生的肺癌都是在前三名 那50%的原因就是廚房油煙 媽媽太犧牲了 所以不好的油全部都吸進去了 就是因為我們搞不清楚 發煙點的這一個問題 對 所以一定要學起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炸起來沒煙 這才是正常的畫面 你在家裡一直炸有煙 那才是不正常的 真的 我都不知道耶 那你如果買到品質比較好的 它裡面含Extra virgin的成分 非常高的 你連涼拌菜都用這一罐就可以了 就是煎煮炒雜 我就是一罐到底 一罐到底 純的橄欖油就搞定了對不對 對 好棒喔 不然有些人叫他去分 這個是哪一種油 哪一種油 你發煙點去寄 其實很辛苦耶 所以今天我有帶一個涼拌菜 我們現在夏天到了 對 然後有時候媽媽會懶得開爐火 想說太熱 我不想要 對 我不想要開火 那我們就可以做涼拌菜 這邊我準備的是生菜 還有綜合的海鮮 就蝦 花枝 海鮮 沙拉 我們就是放一點點的橄欖油 你看我倒出來的橄欖油是綠色的 因為它裡面含了25%的 Extra Virgin在裡面 所以它要做涼拌菜也OK 一點點的鹽 很鹽 有些人會加一點巴薩米克醋 也可以 然後拌一拌 這樣一到夏天的輕食就好了 這邊我要顛順大家一個想法 你會想說我不要吃油 不然我這個海鮮不要放油 不行 你這一個生菜沙拉 它裡面的青菜裡面會有葉綠素 葉黃素 它需要有油才會吸收 然後裡面的番茄會有茄紅素 也需要油才可以吸收 你會想說我都吃海鮮了 我還放油會不會讓身體有負擔 海鮮的膽固醇很高 我們現在放的是橄欖油 橄欖油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把海鮮的膽固醇排出來 對 像你剛剛說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 所以它又讓你享受美食 可是又讓你把美食的 讓你身體負擔的膽固醇排出去 對 所以你就根本不怕 因為我以前拌照 我都只有拌一點點 一點點 不然有些人就是說 你油少一點 不然你要一定要把那個油挑掉 很辛苦 然後你看我現在聊天的當中 我的生菜沙拉也好了 我的大雞塊也好了 有讓你吸到油鹽嗎 沒有 而且我覺得 它裡面的油 你在炸過東西的那個油 還是透徹的對不對 對 你買到的油 如果是義大利原裝進口 它一罐要好貴的 所以裡面養分很高 你不要丟掉 對 我覺得這樣還捨不得 所有家裡都不炸過去 這樣子可以直接撈過來 直接用沒關係嗎 你看我故意用白色的鍋子 很清帥 對 這個是我們剛才炸了那個雞塊 對不對 炸了10分鐘 那因為它的發炎點230度 對 我們油炸只有控制在180度 對 所以你看裡面的油都沒有被我破壞 還是透徹的 真的耶 因為我媽有時候炸完那個油 都會變黑的 對啊 我剛剛一看都沒變什麼油 然後炸出來也是金黃色 都會黑黑的 因為你媽媽用的油 可能是沙拉油 150度就會變質 或者是用的調和油 160度就會變質 所以油會變黑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純的橄欖油 對 所以請你炸過的油不要丟掉 因為它裡面的養分還含量很高 我們可以拿來炒菜啊 煎魚啊 去做其他料理 然後去把它吃掉 選對橄欖油真的很重要耶 對 我覺得婆婆媽媽 真的不要再選錯油了 真的差好多 你看沒有油煙 沒有油煙 真的沒有油煙耶 我這個是開大火 因為台灣人炒菜一定要爆炒 才會覺得有鍋氣 它在大火之下 會達到180度 200度 你看整個是沒有油煙 沒有油煙 只有純的橄欖油才做得到 對 而且它那個橄欖油 一般橄欖油都有一個很重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現在這樣做 都沒有聞到 對 然後你們有沒有發覺 橄欖油我們放下去炒以後 整個綠色變得更綠 然後紅蘿蔔的紅變得更紅 因為橄欖油會讓葉綠素釋放出來 會讓茄紅素釋放出來 所以反而要吃油 可是你要吃好油 沒有吸油煙聊天之下 我的菜又好了 又好了 好棒喔 而且你看喔 一般我們炸過東西的油 再拿去炒菜 其實都會再黑了 對 或是多一些黑黑的屑屑這些 有關念我一定要跟大家交流 請就是攝影師可以拍鍋子 這個鍋子大家記得嗎 我剛才是炸了雞塊 重複使用的油 那我這樣高溫熱炒之下 鍋子還這麼乾淨 表示油都沒有變質 那在炒菜的當中 表示我沒有吸到不好的油煙 所以顏色變黑 像我們常常看到那時 其實是不正常的 都把它當成正常 已經變質了 對 而且那個時候 媽媽還放那個菜背 你看那個油又是變質的油 然後又放菜背 難怪肚子一圈油啦 好可怕喔 我們這一罐今天煮炒炸半 都可以 煮呢 因為我們都喜歡喝湯 對 一般我們喝湯的時候 都會淋香油 香油 現在夏天到了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用香油會有點燥 既然我們的油會有果香味 你也可以拿來淋湯 也可以拿來淋湯 也可以當作另外一種提味的方式 對 比如說現在是吃竹筍的季節 我們這邊有一個竹筍貢丸湯 煮好的湯 以前你是淋那個 香油 一般媽媽的香油 今天既然有這一個 含了25%的 Extra Virgin的 Pure等級橄欖油 我們也可以拿來淋 都沒有想過說橄欖油 還可以拿來當香油這樣來滴 因為我們之前的觀念 就覺得它不適合高溫 對 所以如果有這麼 如果有這麼好的油 你就什麼都給它拿來淋湯 一瓶就搞定啦 對 我還要請教達人 說真的我們這樣一鍋油有沒有 對 像這樣炸一遍之後 我當然剩下我可以炒菜 我可以再炸別的東西嗎 因為妳剛才看嘛 它整個都是很清澈的 所以妳大概還可以炸個三次 然後炸完三次以後 也不要把它丟掉 因為裡面的油還很好 我們拿來炒菜 然後拿來煎魚把它用掉 好的橄欖油 會不會讓這個菜色更加的好吃呢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它叫做羅馬長番茄 前紅素含量有108.38 是台灣的茄紅素的三倍 妳有沒有看到它很紅很紅很紅 超紅 對 這個不是色素 這個是它在太陽底下玩熟 然後因為它的品種 因為它的土地 所以它才會這麼紅 媽 好好喝喔 真的嗎 好喝到妳叫媽媽 我跟你講好順口喔 我已經沒有時間講話 我就覺得是想趕快把它喝完 怎麼可以這麼好喝 純橄欖油的美味料理上菜了 不要 趕快來吃吃看 好 好不好吃 好吃 我要告訴妳 一定要加油啦 我以前就是不敢吃油 然後就東西都變得澀澀的 不好吃 然後這個橄欖油好滑口喔 對 妳現在有吃到果香味嗎 有 因為橄欖就是橄欖果實炸出來的 果實什麼味道就應該什麼味道 可是如果你買錯等級 買到Extra Virgin等級 它又味道太強 對 真的是太強 年紀太大的人 是不習慣 那這個味道就是剛剛好 剛剛好 真的是剛剛好 對 一定要加對的油 我跟你講 再來吃炸的 炸的最明顯了 對 有時候炸不好 那不好的油 一吃就一個油耗味對不對 油耗味 對 油耗味 來...吃吃看 有那個卡斯卡 對 炸的超好的 沒有油耗味 對 而且是雞 妳就吃了 雞肉的原味 對 我真的覺得是因為橄欖油 那個橄欖籃籽 它是植物的 對 所以它有果香 就會把肉的腥味 油耗味都包覆掉了 妳把我要講的話講出來 妳怎麼會看 因為我吃出這個感覺 剛才妳吃海鮮 有沒有覺得海鮮的腥味不見了 有 有 因為它有淡淡果香味 可以抑制海鮮的腥味 對 雞吃了之後它有辣味 對 可是因為它有果香味 所以它又把雞的腥味壓掉 而且我真的覺得變甜了耶 很多人用橄欖油 它一買再買 它比別的油貴 可是它一買再買 我問它原因 它都說兩個原因 一個是用純淡的橄欖油沒有油煙 對 變得很好清洗 這一點很重要 第二個它說不上來的原因 它說 東西變好吃 對 因為它有果香味 它讓東西變甜 然後讓腥味不見了 因為我很喜歡 青菜 青菜很多人為了減肥 說我不放油 不行 妳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黃色的葉綠素 葉黃素 紅色的茄紅素 一定要有油才會吸收 而且完全吃不出來 妳這個是剛剛炸過的油 一定真的是發煙點 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 對 不然那些回歸有油的時候 妳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對不對 可是妳剛剛查出來 跟妳重新到一個清香的是一樣的 我跟妳講各位媽媽們 真的要跟逸琳一樣 從今天開始要整個改變 要吃對的 對 我以前這些都沒有油 就拍起來 所以想要喝麵吃對不對 對 喝湯 湯 這一邊是淋我們傳統的香油 對 妳喝喝看 應該是就是沒什麼 就是妳熟悉的味道 我想要讓妳喝的是 這一邊淋橄欖油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香油跟橄欖油 口感不一樣在裡面 就是從小吃到大的味道 就很市面上的感覺 我也要喝一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更夏天更清爽 更好入口 比較不燥 對 這很清爽 對 那個油變清淡了 而且增加那個甜度 是 Extra Virgin也有Extra Virgin的好 Pure也有Pure的好 可是如果你喜歡味道比較淡 你喜歡耐高溫 你喜歡有單元不飽和脂肪 所以Pure就是你唯一的選擇 Pure就對了 我們顧好我們的油 他們剛才說要均衡養 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天天五蔬果 這個蔬果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吃最好 五蔬果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五個顏色 紅色的比如說番茄 番茄 蘋果 然後橘色的 胡蘿蔔就橘色的 對 然後再來綠色的青菜 青菜 菠菜什麼都是 對 紫色 茄子都是 白色比如說現在的角白筍 所以五蔬果 你很簡單你就分五個顏色 不要說紅的吃太多 黃的吃太多 那現在最夯的 就是義大利人有一個俗語 叫做番茄紅了 番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來 趕快上我們的點 番茄它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番茄就是被美國的雜誌 在好幾年前被評比為世界第一名的健康食物 它有含胡蘿蔔素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好的維生素E 然後它有甲 它可以穩定我們的血壓 另外它有維他命C 讓你保持年輕美白 我要 對 然後它有茄紅素 茄紅素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保護心血管 改善攝護腺肥大 那它這麼這麼的好 可是你吃到的番茄真的 養分有含量這麼高嗎 這個就是你要開始問自己的 不是 這很簡單 就番茄就一顆拿起來洗洗 就咬下去了 可是這樣吃有吃又吃 所以小番茄 台灣小番茄又那麼好 可惜 台灣的番茄 跟義大利的番茄的 茄紅素含量差了三倍 為什麼義大利還比我們台灣多三倍 等一下… 酒果水果王福 等一下 不要使台灣人聽到這一句話 不服氣 不是 有一點不服氣是 我們台灣的番茄 這麼多種不同 對 牛番茄 小番茄 現在還有什麼淘汰狼 平手說不代表就贏 好不好 在義大利有一個番茄的 茄紅素含量很高 它叫做羅馬長番茄 因為它長在蘇維埃火山之下 它的土地是黑色的 所以讓這邊種植下來的 番茄含量 茄紅素含量 有108.38 是台灣的茄紅素的三倍 再來因為它是在太陽底下完熟 然後直接採收 直接就封在罐子裡面 我們現在看到 你看你這個青黃不接 就橘橘的 這個只是橘橘的 黃黃的 直接吃的可能 紅的還不夠紅 所以真正好的番茄 要在太陽底下熟成 封到罐子裡面 它才會把最高的養分 最高的茄紅素 才會把它封在裡面 妳這樣說我有點不服氣 妳說的義大利的番茄 居然會比我們台灣水果王國 還甜三倍 三倍 我要吃吃看 我也要吃吃看 好 我要給妳吃吃 它的肉很厚 然後水跟籽很少 肉就是這一個茄紅素的來源 等一下 我知道妳現在看起來非常的不 對 我難以想像 因為我們台灣番茄已經 我們真的是水果王國 對不對 對啊 顛覆我們的觀念 我現在帶來的是 義大利原裝原罐進口的 羅馬長番茄 是 然後它是在每年的七八月完熟 要在太陽底下完熟 熟到快要醒了 就是紅通通的時候 採下來直接加熱脫皮 然後裝在這個罐子 那跟我們真的不一樣 我們是還沒有那麼紅 就一定要拔下來 因為台灣會這樣做是因為 如果太紅 它送到超級市場會爛掉 對 那不夠紅 茄紅素就不高 那你看我們這樣 一打開這個罐子 我們倒出來 好新鮮的紅 你會看到有好多顆 好多顆的番茄跑出來 然後最主要我要給妳看 這個是台灣沒有的 真的耶 它是長形的 對 而且好大喔 好大喔 過去它是長形的 對 就好像葫蘆 對 就是它的有一個弧形 最主要有沒有看到 它很紅很紅很紅 超紅 對 這個不是色素 這個是它在太陽底下玩熟 然後因為它的品種 因為它的土地 所以它才會這麼紅 所以它都沒有任何處理 直接就放進罐頭裡面嗎 對 它要加熱脫皮 加熱 番茄很奇怪 它是要受熱 對 它的 這個觀念要學起來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就只想說 對 因為水果 你把它煮熟了 對 好像營養成分都流失了 番茄就是 我都說番茄有被虐待狂 它要被加熱 然後要有一點點油 它的養分反而才會釋放 你要逼它 我們要逼它 所以番茄是反過來 絕對要越滾 它的營養成分越跑出來 對 它這一個罐頭 它已經被加熱 它這個番茄已經被加熱 所以它茄紅素 已經釋放很多出來 對 因為它很濃 你要加一點點水才打得動 如果是台灣的番茄 你可能不用水 因為我們的番茄 水的含量太高 對 那裡面都是果肉 所以你要加一點水 可是 加一點點檸檬汁 加一點檸檬汁 加一點檸檬汁 對 然後加一點點的蜂蜜 我們現在打的是番茄汁 蜂蜜也不要太多 因為它是羅馬長番茄 它的甜度很高 所以你也不要加太多 如果是台灣的番茄 你就要加很多的 一般我們在家裡 就是真的打這種番茄汁 給小朋友喝 他們都不喝 一定要加美粉或是什麼的 對 所以覺得不好喝 家裡有均質機 你就用均質機 家裡沒有均質機 就用果汁機 這樣隨便打一打 你看 就好了 這樣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我跟你講 台灣人最會喝 是不是天然的果汁 果汁好不好 因為我們台灣人 最喜歡喝天然的 不像國外的人 都是吃那種 罐裝的那種飲料 所以我們來真的是考驗一下 對不對 對 是不是真的能夠勝過 我們台灣的果汁 而且番茄剛剛又講 它是第一名的食物 對 中方食物 快一點 還送我一片這個 還要裝飾一下這樣子 我們這個是義大利羅馬番茄 把它弄漂亮一點 所以番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媽 好好喝喔 真的嗎 好喝到讓你叫媽媽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因為它的甜度 不像我們一般那種 買外面的那種果汁 它是會有點那種 人工果糖味 而且你有沒有喝到 它的番茄的風味 是不是很濃 很濃 就是你台灣的番茄 打不出這個味道 打不出來 不然我們台灣 要讓番茄汁更好喝 我們會加霉粉嗎 這個不要 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千萬不行 我跟你講好順口喔 我已經沒有時間講話 我就覺得 所以思想趕快把它喝完 怎麼可以這麼好喝 那你說你是從義大利 原裝進口的 那我們台灣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 這麼樣輕易的拿到這種 喝到這種番茄呢 很可惜的台灣 買不到羅馬番茄 而且你如果買進口的 它也不可能完熟 所以你只能買罐頭的 罐頭的番茄 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廣告之後馬上告訴你 好 那現在我們把我們這個 厲害的羅馬番茄 每一顆都是橢圓形完整的 然後它非常濃喔 所以一罐大概可以煮食人份 這一罐有六顆 我們只倒一半就好 因為它的濃度非常高 最重要是新鮮番茄 讓你熬不出這個濃郁的湯汁 對 那我們現在來喝一下 大利的番茄 好好吃喔 對 而且你的那個蘿蔔也有番茄味 這家頭好回甘喔 好棒喔 好甜喔 好好喝喔 好甜喔 剛才那個義大利羅馬的長番茄 味道真的在嘴巴 真的還留在我嘴巴 我真的要老實的講 真的比我們台灣番茄好多 好好吃 好多倍喔 對 因為我平常每次這樣子 炸給小朋友 根本就不吃 不要說炸了 就切給他 他也不吃 太酸了 他也不吃 對 這麼好的食物為什麼不吃 一定要吃對不對 對 可是重點來了 剛才我們是用罐頭 對 我跟你講 因為它一年只有7到8月在收成 9月到6月一定買不到完熟的 所以包括義大利當地人 一定要買罐頭 對 義大利人對吃非常講究 這個人都知道 對 我知道 所以義大利人也知道說 罐頭有一個缺點就是 像我們小時候吃鳳梨罐頭 有那個鐵味 鐵嗅的味道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番茄罐頭 這個是義大利的 你看義大利的多一個白色的膜 在裡面有 為什麼有白色的 這個白色的膜叫做磁膜 磁就是磁器的磁 我們在吃飯的磁器的磁 對 這個磁膜度在馬口鐵上以後 我們的罐頭的番茄 就不會咬住鐵的味道 對 然後它包括連蓋子 就是接觸得到番茄的任何的地方 就是不會讓你接觸到鐵 所以它這一層的包裝 就是讓那個食材 不會去碰到那個鐵味 就是它變成是磁化就對了 來 聞聞看 是不是真的沒味道 真的耶 真的 我們在聞 可能你們沒有聞到 所以沒感覺 可是真的很明顯 好 這樣的好處是 番茄不會有鐵的味道 再來 因為這個番茄很濃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煮牛肉湯 要煮這一個番茄炒蛋 都會用到半罐而已 對 所以你如果用了半罐 你怎麼去儲藏 你直接封保鮮膜 就冰在冰箱 因為它沒有鐵的味道 那如果你買到的是 一般這種罐頭 一定要趕快把它倒出來 對 那個鐵的味道 會一直被你的那個裡面的 番茄吸到這個番茄裡面去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因為我們平常有沒有 都是都盡量說 叫我們不要吃罐頭 那它有了這一層 而且超市大部分其實都 賣的都是這一種 對 而且我一定 我一定要幫罐頭番茄 講一句話 你不用吃罐頭鳳梨 罐頭蘋果 罐頭什麼水蜜桃 那個比新鮮的養分不夠高 對 罐頭非常特別 它需要加熱脫皮 然後要完熟 它的養分才會高 所以反而是 罐頭的番茄 比新鮮番茄的養分會多三倍 只有番茄是罐頭的比較好 雖然它是義大利來的 你不要說我只能做義大利菜 對啊 那台灣比較喜歡做的是 那個番茄牛肉湯麵 對 很好吃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 番茄牛肉湯麵 這邊我們開大火 然後把橄欖油倒進去 然後把牛肉片炒熟 那我們現在把牛肉片 一片一片 稍微炒一下 把它煎熟 其實我也是滿常煮 那種番茄牛肉湯 可是我每次在切那個番茄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覺得很困擾的 就是說你一刀子切下去 汁全部都留在那個沾板 對 全部留在沾板上 好 那你放在那個沾板上的時候 你就想說 我到底是不是要 把那個汁再倒回那個湯 就搞得很髒對不對 對 很髒 那個沾板上到處都是 對 你就想說 不曉得如何是好才好 然後就有一次 就是我朋友他也是做 就是當廚師 他就叫我去買那種罐頭番茄 可是就像你剛才說 一打開 就是那個鐵的味道 然後你就想說 是到底健康不健康 我到底要不要用罐頭 對 我是想吃健康的食物 結果你又用罐頭 所以你真的要改變那個觀念 只有番茄是要完熟 所以你需要罐頭 可是罐頭又不能亂買 買到沒有處理的 婆婆媽媽為了健康 真的真的要用一點腦筋 好 那我們現在牛肉已經炒半熟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白蘿蔔 紅蘿蔔倒進去 好香喔 很香喔 然後倒進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熱水倒進去 讓它煮成那個湯 那這個時候水進去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番茄也倒進去了 你看它這樣熱炒有沒有 都沒有冒煙 都沒有 因為炒得橄欖油 一點都不用怕油煙 我覺得婆婆媽媽真的要改變 要買對的油 買純的橄欖油 純橄欖油要對 好 那現在我們把我們這個 厲害的羅馬番茄 每一顆都是火圓形完整的 然後它非常濃喔 所以一罐大概可以煮十人份 所以它裡面差不多幾顆 我們這樣子繞出來四顆 四五顆 你要看大小顆 這一罐有六顆 我們只倒一半就好 因為它的濃度非常高 你這樣子方便好多 不然你這樣光是切那個番茄 就是真的是很累 最重要是新鮮番茄 讓你熬不出這個濃郁的湯汁 對不對 那我要請教達人 像我這樣吃不完對不對 你剛才有教我們說 就用那個保鮮膜把它蓋起來 然後冰在冰箱 可是我這樣可以擺幾天 我準備這個吃完兩天 馬上又要再吃一鍋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對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這個長番茄 因為它是整顆的 所以我們放到鍋子裡面 我們就要用這個大湯匙把它壓碎 稍微壓碎 讓它裡面的湯汁 肉都融到湯裡面去 然後讓它慢慢熬 你這個真的很濃郁耶 因為你這個湯立刻馬上變紅色的 變紅色的 對 因為它的茄紅素 是台灣新鮮番茄的三倍 那我們現在在等這個番茄湯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 每個家庭就是媽媽動不動就會做的 番茄炒蛋 加常菜 這個很比較容易 也是很容易失敗的加常菜 對 對 也是一樣在那個備料一樣 是切番茄那個掌控上面 真的是 我媽以前做番茄炒蛋 它都會加糖 因為我們的番茄太酸 所以你才要加糖 那今天我要做不加糖的 我們今天可以不加糖 對 你吃吃看 那番茄醬還要再另外加嗎 不用 就是我們把那個 剛才到剩下的半罐 再把它倒進來就可以了 好 妳知道嗎 我曾經去一個朋友家做客 然後他就是一樣炒那個番茄炒蛋 然後我就看著他那邊煮的時候 那個番茄醬半罐 給我這樣全部倒下去 我想說 這個肯定是高娜 非常的可怕 我相信現在家裡每個人冰箱 都有一罐那個擠出來的番茄醬 請妳看一下它的成分 它有非常多的那個化學的名詞 什麼瓷飄鈴 你還唸得出一個 我都唸不出來 那個都是化學的東西 那今天我帶的這個羅馬番茄 它就只有一個成分 就是番茄 那我可以用那個來做成番茄醬 把它取代那種化學的嗎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番茄醬 也就是像我們剛才用果汁機 把它打一打 然後放到鍋子去煮個十分鐘 讓水比較濃縮 就是讓水比較不見了 它就會變成濃濃的番茄醬 好 現在的蛋已經大概半熟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個 剩下的這半罐番茄都倒進來 這個紅的真的好漂亮 很紅 對 倒進來以後 我們要把它壓成一大塊一大塊 因為它是整顆的 所以我們把它壓成一大塊一大塊 這樣方便好多 然後繼續炒 有沒有很紅 有 而且完全不浪費任何番茄 這裡面只有兩顆喔 就這麼紅喔 真的耶 然後加一點點的鹽 對 沒有 最重要是等一下要讓你們吃 你以前都是吃新鮮番茄炒出來的 番茄炒蛋 現在我們用羅馬番茄炒出來的 番茄炒蛋 它到底味道不一樣在哪裡 我才完成 而且你這樣子用這個番茄之後 我真的覺得你這樣一連 可以立刻聯想很多茄汁料理 都可以這樣做 你看媽媽喜歡做那個什麼 茄汁蛋包 茄汁魚片 茄汁炒蝦仁 你這樣子通通用這個來取代就好了 完成了 對 顏色又好漂亮喔 非常的紅 這個都是自然的紅 它在太陽底下熟成出來的紅 這麼美味的番茄料理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再告訴你好不好吃喔 義大利羅馬長番茄美味料理上菜囉 好香 好美味喔 趕快來 而且我覺得每一道料理 有時候有番茄這個紅下去 你就會覺得食慾蛋白 對 美味大家 來 番茄吃一個 沒有媽媽的味道 我媽媽都一定會用新鮮番茄炒的 新鮮番茄它沒有去皮就口感不好 然後你現在吃吃看 用罐頭的羅馬番茄煮的 跟新鮮的不一樣在哪裡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你知道嗎 台灣的番茄就是比較偏酸 對 才會要加一堆糖 然後加一堆番茄醬 你到最後吃的都是番茄醬 可是你這個吃的都是番茄醬 你沒加什麼柴米粉 沒有 沒有 你做一點點鹽巴嘛 一點點鹽巴 然後你有沒有吃到番茄的味道 濃到把這個蛋的味道也變得很香 對 好好吃喔 我終於知道番茄炒蛋不是吃糖了 而且你真的是要選對番茄 不是說什麼把市面上所有的番茄拿起來 通通給它切下去拿起來炒就對了 沒有 而且番茄一定要鎖脫 鎖脫了 營養才會出來 風味不一樣 然後它的養分也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喝一下 我們常常用 牛肉 番茄 牛肉麵 然後這個補鐵很好對不對 對 最主要是你會吃到這個番茄 很多的茄紅素 茄紅素 那番茄呢 那義大利人的一些慢性疾病 還有攝護腺疾病 是全世界最低 所以你可以吃吃看 用義大利的番茄 好好吃喔 對 你知道嗎 我以前為了要控出這個番茄味 我那個火要開好久 你知道嗎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我才能夠讓那個番茄味道 完全都下去 對 可是你看我們剛才 還煮不到幾分鐘 因為台灣的新鮮番茄 味道不夠 所以你要熬很久 熬很久 然後夏天好熱 你還要熬很久 真的很辛苦 剛才這一道湯 好像花不到我五分鐘吧 對 而且人家的蘿蔔也有番茄味 這湯頭好回甘喔 好棒喔 好甜喔 好好喝喔 真的好棒喔 好好吃喔 真的是謝謝你耶 帶這麼好吃的那種 罐頭番茄給我們 對 一定要好好的再一次的 跟我們婆婆媽媽 來個總整理 一定要顛覆他們 婆婆媽媽 你還會選不到油嗎 對啊 一定要找那個純的 純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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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純淨的純 純橄欖油 百分之百的橄欖油 而且一定要買到百分之百 對 因為它有做真空脫油煙處理 所以它可以讓你熱炒 對 然後讓你在整個油炸過程 不吸油煙 對 可是它又填了25%的 特級冷壓橄欖油 在裡面 所以剛才我們淋湯 或者是拌海鮮也都可以用 煎煮炒雜 通通OK 一瓶搞定 一瓶搞定 絕對要改變那個觀念 想說橄欖油只能拌冷的 那就是你不認識我 而且它的味道 那個果香氣 真的是會讓你回甘 不會讓你覺得 那種草腥味在裡面 對 增加那個甜度 然後番茄 我一定要再講一次 台灣人一年只吃7公斤的番茄 義大利人一年吃90公斤的番茄 差這麼多 所以它們一些慢性疾病 攝護腺疾病 是比我們低很多的 對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來吃台灣的新鮮番茄 也OK 可是它的茄紅素的含量 只有義大利羅馬番茄的 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一 它多了三倍 義大利人非常的講究食物 所以它在裡面 鍍了一個白瓷 就是我們吃飯的瓷器的瓷 所以讓這個罐頭 番茄裡面的罐頭 又擁有很多的風味 可是不會有鐵的異味在裡面 沒有 我還可以提一個問題嗎 因為有些人就想說 我裡面的汁很浪費 我就是再加一點熱水 然後再進去這樣揉揉 會不會去破壞到它的這個 因為有些人說直接用 你說這個 因為媽媽比較省 可能會把這個湯 對... 遇到熱有沒有OK 那我問你嘛 你的瓷器遇到熱會不會有問題 可以 所以是沒有關係 你要省一點都OK就對了 你家的瓷器遇到熱沒有問題 它這個肚子遇到熱也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就不用害怕 這裡面那邊浪費我加熱水 我也不怕有毒 對 所以有這個肚子很重要 真的 所以番茄就是要熟透了 熟透就在吃 這兩樣東西都是很高級的 義大利的食品 我們如何去保存它 就非常的重要 你只要放在陰涼處就好 比如說橄欖油呢 對...這個重點 我看的時候要不要放冰箱 不要放冰箱 因為冰箱很冷 然後爐子旁邊很熱 一冷一熱... 對...油是一個破壞 你只要放在陰涼處 然後煮完飯呢 這個蓋子一定要蓋緊 不要讓氧氣去破壞它 這樣就好了 非常簡單 那罐頭呢 如果你... 沒吃完 因為它裡面有肚瓷 所以不怕它有鐵的味道 你直接封保鮮膜 直接冰冰箱 兩個禮拜內 我相信你一個兩個禮拜內 應該... 應該兩天就吃光了吧 這個很好吃 你看你炸一下番茄汁 對... 然後不然就是煮番茄薯條 乾薯條 然後炒一個茄汁炒蛋 炒一個茄汁蝦仁 一下就沒了 這個差不多 差不多四五人份 對... 大概要看你做什麼菜 可是如果像我剛才煮牛肉 它有十人份 對... 因為它很濃 它很濃 所以不用加很多 你會想說我們那個小顆 所以加很多 而且你真的是不用切番茄 弄得整個手都這樣燙燙 對... 就想說切番茄 那個細菌會不會到那個食物裡面去 又讓你又方便 又可以吃到高養分 還有衛生 真的 婆婆媽媽 你們今天有沒有跟逸琳一樣 東東把它學起來 家裡的廚房的油 東一瓶西一瓶 我跟你講 選對好的油就好了 不用東一瓶西一瓶 不用橄欄油 還有番茄要吃完熟的 它的營養成分才會在 是 那我們有均衡的飲食 我們身體就會越吃越健康 你們說對不對 沒錯 下次見 拜拜 來... 義大利麵 來...吃吃看 天啊 這義大利麵 紅醬的義大利麵是很營養的 我覺得它跟蝦子好搭 整個蝦子變好甜 好好吃 好好吃 對啦 一瓶油就搞定 TI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